Far-Field-Deflection 什麼 Far-Field-Deflection 你知道什麼叫田徑隊 田 田徑隊的那個Field 一個場 所以電有個電場 那現在我們有個Field 很遠很遠的時候 才會準近一點 就不太準 所以我發揮一定有 Near-Field Near-Field 就比數學比較複雜 Far-Field的數學比較簡單 那你知道嗎 我們先簡單的來教你 像未來你可以懂複雜的 所以我們說 這個Deflection 我們叫Far-Field-Deflection 也叫Far-Field-Deflection 那我要感謝 這本書的作者 Euzin 他Optics 他呢 我們選用他的一些觀點 我們也引用他這個圖 在教學上需要 謝謝他可以讓我們使用 那我們看一看這個整個 一個光渣的實驗 這是他在他教科書裡頭 談到的一個圖 那這個圖裡頭所談到的 就談到第一個 我把它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都要一個光渣 只有一個光渣在這個地方 只有一條光渣在這裡 這條光渣呢 事實上我們應該在比較棒的一種 那幫助你可以理解的 就是我有一個玻璃片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呢 做一個動作 我把這個 統統都把它塗黑 然後這邊呢 我再把它塗黑 所以 我現在只有光呢 從後頭 射出來 所以我就射出 只有一道光渣 我本來以為光射過去 就射過去 哪裡知道啊 它會散開 所以我們發覺 亮度呢 是散開的 比我原來的 原來很細 就散開的 然後變成暗的 又變成我亮的 暗的 那 後來你在數學上會發覺 實驗也應該了解 我把這光渣的 把它收得很小很小 把寬度弄得越來越小 結果這個就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有點像前面有一個人 在打熱水 然後我這邊只有一個雷射 那我本來想說 雷射光有動量 那把它打醒好了 不會偏偏的 偏偏的就是歪了一點角度 就是沒辦法移動 所以我學過老師 所以用光渣片 把它弄得很小 它打過去 它會散開 我打到它了 那奇怪也沒辦法打醒 為什麼 因為散開了 total能量就變少了 total能量一樣 但平均到它的地方就變少了 但還是可以打到它 有繞車繞過去 不過它還在打個睡 那還是也 還是沒打到它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 一個光渣在這個地方 但如果是兩個光渣可不可以 很特別 它開始有不同的pattern 它開始有不同的pattern 這是我們下面要跟大家談的 就是如何去理解它 我在這邊要呼籲我的小學弟 小學妹 因為我是你們的學長 那材料科學領域裡頭 因為剛開始發展 在數學基礎上比較少 但漸漸的 現在數學會越來越重要了 因為你們未來的年代 還有30年或40年的 所謂的學術生涯 academic career 那你需要了解 定量化你會越來越需要它 那但是在還沒有定量化以前 我們會想 哎呀它這邊有個亮點啊 寬度有多寬啊 後來有暗有亮的 但是就這樣而已 數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它是復約transmore 而且還可以了解非常多深入的 那這是我們企業的Using 給我們的一些了解呢 我要下面要跟大家談 第一個我們要想要知道 那落色從一個單一個光渣出來 它大概是數學上是怎麼處理的 那我們用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用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數學上是很簡單 就是光從這個地方透過出來 聽說Huygens-Fashner Principle 告訴你每一個波的任何一個 最前頭都可以當作點波源 球面點波源 所以我就在這邊呢 接收一下 看它有沒有全部射到我 加起來是等於0還不等於0 然後我再走一遍看一看 加起來是不是等於0 加起來不等於 這邊有亮點了 因為不等於0 所以我就看到這邊有建設性干涉 這邊有破壞性干涉 這邊有建設性干涉 我需要到處走一走 量一量 這是上帝造的時候 整個物理原則就是這樣 它瞬間就加起來了 但現在我要把它數學化 那我不能瞬間加起來 我要一步一步加起來 數學化加起來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根線 慢慢地算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 再慢慢加起來 可以 因為數學你可以分段來處理 分解動作 所以我們現在就決定 把這個平面 我們看到這個平面 這樣的平面 我在加的時候 我先加一個中間這條紅線的 我們把它叫coherent line source coherent line source coherent line source 是因為它剛開始出來的一條線 我先曉得什麼叫coherence coherence coherence 有一點點 男女朋友在交往的信心相應 的信心相應 我很高興他很高興 我在哭的時候他也哭了 他可以了解我 我在男人過的時候 他大哈哈大笑 我真的就很生氣 你怎麼都不了解我 有的人會接受到這一種 那你怎麼看他呢 你看看就是這個樣子 我在波峰的時候 他也了解我 他配合得非常好 他也在波峰 我在波谷的時候 他也配合在波谷 這樣看起來相不要信心相應 非常像 這叫coherence 波峰對波峰 波谷對波谷 coherence 就是這個 coherence 波從後面來的時候 前面通通都是波峰 就波峰 那我現在就開始 那遠遠的看來 他大概會怎樣呢 那我就開始在算他 我在算他的時候 沒什麼大本事 就把我們剛剛原來想的 把它做一下 因為我們仍然用 Huygens-Francene Principle 每一點都會有個球面波 所以在這個紅色線上的任何一點 我們通通都會有一個點波源 我們都會有個點波源 每個點波源都有球面波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你把他加起來就好了 沒什麼大本事就加起來 我剛剛也告訴你 在real part face constant非常難加 那不要難加 所以我們就要compact去加就可以了 compact很容易加 那這是我們要加的 compact 為什麼要說compact因為比較容易加 所以現在呢要加的時候 我就讓這個一根在這裡 會放出光 那這筆看到了跟那邊看到 通通都對稱對不對 Symmetry是一樣的 所以乾脆隨便選一點就可以了 這一點算到 就等於全部都算到了 因為說是對稱的嘛 所以我們就說隨便選一點 那我就把設定的這一個方向 原來在這邊只有一個Z軸 只有什麼Y軸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設定是Y軸 只有Y軸在這裡 那我就乾脆隨便選一個地方 那這一個地方 我就把它叫X軸算了 X軸Y軸Z軸就固定了 所以我們就設定了這個 我們就隨便選一點 這一點這個平面呢 XY平面 P點就在XY平面上面 是我們故意的 這算出來後來rotate 360度每個地方都可以知道 所以P呢 那它有個角度可以tear up 可以我們取這個中間點 然後ceta t要角度以後 那就垂直下來 垂直下來 所以ceta這個phi 那我們這個垂直下來90度 所以ceta加phi90度 這個phi加ceta90度 所以這兩個ceta是一樣的ceta 所以首先我們知道 那這個就是小r 這小r那邊怎麼是不見的 我寫一下 後面就有r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算r 為什麼要這樣算呢 因為我要算隨便一個地方 在Y軸從什麼時候開始 開始有光渣呢 光渣有個大小的 有個大小 所以這個負二分之d 這個到上面是二分之d 那隨便從這是y軸 所以在某一個y 某一個y1上面 某一個yi上面 那我們就會有個 可以算出一個r的位置 那我們下面就要加它 所以我們做法很簡單 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下面呢 就要跟大家談一下 好 我們已經講到 根據heigen's face的principle呢 每一點都可以放出個球面波 那長得就這個樣子 那照抄就好了 所以e0呢 我們把它叫每一點的sauce strength 每一點在那個sauce strength 你知道是它什麼叫sauce sauce就是遠遠的從那邊開始起頭的 有個sauce 就好像我們 就好像假設你今天上課來的時候 你帶了一大堆charge在你身上 那偏偏我對charge很敏感 所以我在這邊就感受到電場了 我感受到電場了 我就說你那邊 你站的位置就是sauce charge在你那裡 而我在產生了電場 現在有個sauce strength 就這邊有開始有個光從那邊過來 那它是在剛那一根線 cohinine source 任何一點都有 那我們就假設 到底長度呢 這個長度到底有多少根 在這個長度 我們剛負二分之第一到二分之一這個長度 有多少顆sauce 我們說total有n顆 有n顆 所以n是total number of the source 然後我們說 那它的寬度大概有多寬呢 我們的d 我們說二分之d 跟二分之二分之d 它的長度是d 所以d是它的寬度 那我們說那我要把它切個 因為我在算它的時候還是要慢慢加起來 所以我切個切成幾等分呢 我們把它切成m等分 我們就開始把它切個m等分 從1啊2一直i啊到m 那所以我們說從di等分裡頭 射出來大概有多強呢 那就是這麼強 所謂i等分呢 就有點像我這個圖這邊 我們把這裡把它叫r3i 那這邊有個小小的 這應該這邊畫錯 因為d3i 小小的區間 小小的區間 data yi 那它距離呢 距離就是y sub i 那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以既然是這樣子 那我們total呢 就會長這個樣子 total就是 total就是 這個e sub 0 除以r3i 1分 ik 好 所以我們total就會是這個 原來的球面波 e sub 0 除以r3i 1分 ik i k r3i -ωt 這在負面裡頭 這彈的前面這一項 前面這一項 彈的就是在那一點上面所出來的 在哪一點上面呢 在 y sub i 然後y sub i上面有個小小區間 data y sub i 所以y sub i 貢獻了 到p點來 p點是r sub i 所以我們說total number 我們total的trend到底有多少 整個2分之d到-2分之d 總共有d乘以e sub 0 對不對 它強度 因為total總共有這個 但它占多少 占data y sub i 長度 所以這個長度 data y sub i 長度 除以total的 乘以它每一個 這是從這裡出來的sauce strength 大概有多少 sauce strength大概有多少 就是這個乘以total的 那乘以它的比例 就是total的trend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兩個長度 現在呢 我們知道呢 光在那邊是連續的 所以我們需要把n的number 把它趨近無窮大 因為是連續的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define 我們define e sub l 好 就是原來這個我們 原來這個我們這個equation 這個e sub 0 n 還要除以d 我們要調過來 這是total number or source 這是sauce strength per each 那我們就所有的 除以d 就單位長度 是單位長度的強度 那我們這只佔delta y sub i 就是這麼小的強度 但我們把前面這個 等下調出來 就是單位強度 所以我們把單位強度 寫再來 r sub i 照抄 expine i k r sub i 降omega t delta yi 仍然寫在這裡 但我們把它變成很強很強的時候 它長得這個樣子了 那我們就想說 那m segment 我們把它統統加起來就好 因為我們跟大家講的 沒有什麼本事 就把它加起來 所以就加 再加 在數學上面 就把它summation就好 從e內加到m e sub i 所以這邊照抄 b到m e sub i內 就把這個整個抄下來 e sub l 除以r sub i 乘以exponential i k到r sub i k 就是omega t 那delta yi 那我們現在下面要除以 它是continuous 9 source 它是連續的 所以既然是連續的 所以既然是連續的 那我們就要把它變成 積分符號 積分符號 是連續就把它變成積分符號 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summation這個 還有delta y把它變成這個 積分符號 記得積分符號就變成這個樣子 dy 所以這summation 1就變成 e sub l把它掉到前頭來 因為大家都一樣掉到前頭來 它不是y的constant y的函數 你要看看這裡 我把它放在前面那個圖來看一看 我們這個r是y的函數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現在是另外一顆 在這個地方 我r變成在這裡了 r2 y2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我r是y的函數 因為我y往上移或往下移 我r的大小會變動 我r大小的變動是因為我y 從這邊g過來慢慢g 我改變的是改變我的y 我改變y的時候改變我r 對不對 我改變y的同時改變我的r 所以我不能掉出去 既然不能掉出去 那就放在裡頭 所以放在裡頭 我們就得到我們剛剛那個equation 這equation成為我們在算它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起點 這個就是我們所導出來的 這個整個叫做formulation 我們在數學化的過程中間 經歷一道比較特別的步驟 這配合特別的步驟 我會建議你了解 這是formulation 就形成一個公式啦 formular 所有的物理 包括我們材料的知識 要把它形成一個公式 這是最大的貢獻 formulation formulation如果算出來了 結果不會算 不會繼續算 你一定要記得大學是參加社團 然後認識幾個數學系的 萬一不知道 要聽說你是數學專家 你幫我算算好不好 他不好意思說他不懂 所以他會搶花子去問他學長 他一定會把他弄出來 你不用太擔心 那當然最好是你自己會啦 當然你最好自己會 不過呢 formulation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只有你自己可以 只有你自己可以 你自己要幫助自己 所以這個弄完以後 我們就想說 那算很難算耶 為什麼 因為這個RY 那到底是怎麼變動呢 挺難算的 不過呢 有個簡單的法子 這簡單的法子就是 這個 approximation 這個 approximation 叫Far Field Deflation 所以Far Field Deflation 就是說 我做實驗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只量 很遠很遠去量它 我很遠很遠去量它 如果很遠量它的時候 我就發覺有個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有點像 就是門這裡 假設這個光渣好了 我們剛好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你看這還不錯 這地方我可以把它弄小一點 光渣變大變小你看 小小的在這個地方 像光渣變大變小 然後我在這邊量它 我在這邊量它的時候 我就發覺 從底下積分到上面積分的時候 變動很大 當我把我的R呢 跑啊跑啊跑啊 跑啊跑啊跑啊 那你要想像我跑到交達去了 跑到交達去 量它的時候差不多 對不對 我的小R 我的大R呢 大R在量它的時候 遠大一滴 這叫Far Field 這Far Field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 有一件事情比較特別 就是量的話 那我遠遠的看 每一點它的距離都是怎樣 小R就變大R 我們的小R 跟大R差不多 因為到交達來量它 差距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們的小R呢 就會變成大R 大致上就會這樣 那既然變成大R呢 什麼叫大R呢 大R就是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這個定的位置 這就是大R的位置 從P點在這裡 然後到我們這個大R的位置 從原點算的 小R是不是在原點 所以因為你跑到交達去 大R跟小R 基本上是一樣的 因為你跑了大概200公尺以外 假設 那這個才幾公分 所以0.0.1 反正變得非常小的變動 所以小R跟大R差不多 奧瑪這個叫做Far Field Difflation 因為你做一個approximation 這個approximation幫助我們 把這個小R掉出去了 調整掉出去舒服多了 你知道吧 我們掉出去以後 我們這個equation呢 被1L除以大R 1.2分之低到 是基什麼 是一個相位 是基相位 只會相位會變動 但你不能把它掉出去 因為小R會是歪的函數 為什麼小R在相位的時候不能掉出去 在距離的時候可以掉出去呢 因為相位差是浪打有關係 小小變動 小小變動 它就會從1變動到負1來 所以它距離變動一點點 它就會變動很大 所以我們那邊就不能掉出去 而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Far Field Difflection 最重要的假設 到這裡有問題請舉手 所以我假設大家沒有問題 不過時間到這裡也差不多 到11點半了 那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那下一堂課呢 我會繼續往這裡走 然後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在數學上呢 就會開始導導導 導到最後會告訴你呢 我們導出來的東西呢 剛剛好可以完美的解釋 我們會導出個equation出來 這equation剛剛好可以完美解釋 我們所看到的圖 就是如果光渣是只有一個 如果光渣是只有一個 我們透過那個簡單的Formulation 我們慢慢就可以知道 這個第一個 算出來的光的強度 它的寬度剛好這個 那第二個呢 這個亮點都會知道 第三個亮點呢 慢慢它就會知道 相對的強度是可以知道的 你就會發現 哇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Formulation可以幫助我們知道 要細解 而且了解 原來它是Full rate transform 我們在下堂課 就要繼續分解 我們今天上課到這裡 下課 今天正正是個幫助我們 這下課 一根就請問 我們雙方的想法 麻煩 應該會想往下課 還是不放開 我們每年到達房間